马华第三把交以皇家权不出征的传闻是越演越烈 对于这个课题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钟来 今天出席活动后是三见其口 只是强调这不该成为课题 只要是马华议员就得为民服务 针对候选人的事件 我不会给公开的评论 最重要的候选人是交由党中央跟首相 的讨论 我认为等到时候到了 我们自然会向外公布 大当家不说 当事人是必无可避 马华总秘书黄家权今天强调 他不上阵的报道并不正确 马华上届大选赢得七个国席 他是其中一人 来届大选不但要保七 还放眼一举增加二十到三十个国席 身为党员 他有义务和责任捍卫席位 如果领导层有更好人选 他绝不会有意义 但至今根本没有接获指示 首先 我每一个星期三都跟总会长 开那个会议 我们这个星期也才开了会长 总会长还没有跟我讲 说叫我退位让选 可是我是拿得起 放得下的人 我绝对是一个团队的人 中央领导人决定的东西 我绝对跟随 可是到目前为止 领导层没有跟我讲 叫我去让给任何的人 这个是第一点 黄家全提醒党员 绝不能轻视再也合作协议 因为大选是团队竞争 所以派出有胜算候选人 才是上策 至于他会不会 向马华纪律委员会投诉 彻查谁是放话者 黄家全微笑回应 黄家全重申 国阵胜出组织政府是大前提 也是全党目标 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制造混淆的传闻 因为对党没有好处 八度空间张一慧 焦赖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